南韓代表團團長徐虎率領二十多名政府官員 和多間企業代表前往北韓開城工業園區 視察廠房和檢測生產設備 為重啟園區做準備 徐虎之後和北韓代表團團長朴哲珠會談 商討恢復運作細節 北韓同意南韓可以運走 滯留在園區內的製成品和原材料 徐虎說希望雙方以互信為基礎 重開工業園區 而泊哲珠就要求北韓制定符合國際準則的協議 以防園區關閉事件重演 令企業蒙受損失 南北韓在上星期就園區恢復生產達成協議 北韓在今年4月 因為不滿美國和南韓舉行聯合軍演 而單方面宣布關閉工業園區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金營報導